您这个名字没有姓 直接是一个名字 是吧 胡斯顿是名字 但这名字还都有一个含义 具体的意义 有有有 您这个胡斯顿是什么意思 胡斯顿是梦想 理想的意思 莎娜 你这个名字也是 我的名字是想念的那个想 想 想 想念怎么说 森娜娜 这样今天给你也现场起名字 给我起个名字 蒙古族的名字怎么样 给他现场起名字 哎呦 这个我太荣幸了 对 她叫求英俊 高一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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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漂亮的意思 好 我们今天舞台就是 胡斯顿 莎娜和高一虎 我弟弟是高尔夫 没来 我看到一张照片就是 这个是你吗 哥 就是唱卡罗K这个 对 你还知道这是卡罗K 这应该是在中学时候了 实在是喜欢这个唱歌 那这唱这是不是也得花钱 对 两块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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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块一首 你那这唱是围观的人多吗 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唱得还不错 专门找一个人少的地方 唱的时候跟他说 我说我唱完了 要是你这儿来人了 他们都希望来自己的这个摊上过来看 看多了不就有生意了吗 我说你这儿是来人了 你能不能让我再免费唱 我说可以 所以我就找没人的地方唱 一唱了 人家会反应 那边不错就往那走 老板就高兴 你再唱一首 对 所以我最多的时候 一晚上可能用两块钱 唱了一宿 老板也高兴 我也高兴 所以 到后来其实应该老板给你引钱了 对 相当于 这个雇一个招揽观众的这样 对不对 这您当年没遇上我 这要遇上我 咱俩合伙干一块了OK 干一块一场 对吧 这咱俩干一个 其实好像在您更小的时候 说您就没事 就磨着这姥姥 一会去参加别人婚礼去 他算是一个民间艺人 但是他特别喜欢唱歌 所以我会跟着他们去 因为旁边听那些名歌 而且婚礼上的那些 歌曲都是非常有寓意的 有没有一些今天你还能记得的 太多了 嗯 唱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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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容易 这歌 你又没有人 这是我们家乡乌拉特的首 送清歌 送清歌 我就听着有点儿悲伤这个 因为之前都是特别慌快 包括红烟 红烟现在是因为改编了 我改编之后就变成非常忧伤 他快版了 有黄快也会非常的激 黄有家旋 对吧 请给我们多来几句好不好 对对 这个黄快版了给我们唱 对 真不瘾啊这个 要唱萌语版了 黄有家旋 这很多段了啊 很多歌 所以说我那个日记里面的所有的歌 可能今天晚上要一遍一遍唱歌 今天胡斯隆哥把这个当年姥姥的手抄本 姥姥当年这个唱本 全部带来了 都是用这个盟语来写的 你就看见吗 全是歌词没有谱子 我曾经对咱们内蒙古的民歌 有一个这个浅显的理解 就是我听他们给我讲说 为什么叫民歌 是因为都是口口相传的 没错 他没有记录这些曲调啊歌词啊 然后都是大家传给你 然后可能有心的人会记下来 所以民歌其实对于我们蒙古族来说 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真的是口口相传下来的